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啊,就是那个不养闲人的州,也是那个不让咱们中国人在那买房的州啊,同时呢,也是美国的阳光州啊,现在啊,根据美国劳工部的一份报告,它已经成为了全美国就业机会最多的州啊,已经超过了纽约啊,这是1982年有这份统计以来的首次啊,据雅虎财经报道呢,从2021年的7月份到2022年的7月份啊, 就一整年的时间,因为它今年统计的肯定是去年的东西嘛,超过40万人移居佛罗里达,比之前的一年呢,又增加了18万人啊,很大的一部分居民呢,也不是因为轻松,因为很多人之前对佛州的概念嘛,就是佛州是一个新兴的旅游地啊,佛州是一个新兴的养老地,那这个地方呢,啊,很轻松,对不对,哎,然后很多人呢,到这儿愿意为了养老啊,才造成了旅游业的增长,但实际上不是啊,啊,这个佛罗里达州呢,不再是上帝的后准士, 退休人士的天堂,知道吧,哎,这是很多现在目前为止,佛罗里达房地产业啊,啊,这个人的共识,佛罗里达现在的人口结构,反而在变得年轻,那样的年轻人正在成为佛罗里达就业市场中的主力, 为什么这么说呢啊,带给佛罗里达这一波经济大增长呢,主要是因为疫情期间的政策,因为大家都看到了疫情期间德汤第一次实行的是什么政策,在全美国啊,佛罗里达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布口罩令的州啊, 他都不是啊,最短结束的时候,他就没公布,然后他也没有强制疫苗令,那这对美国人来说,这对西方人来说,这个吸引力太大了,对不对, 哎,而且你不打疫苗还能去找工作,这个就太逆天了,而且最终疫情到最后证明呢,这个佛罗里达的政策是对的,这个大家都没想到啊,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就跑到这了,如果没有疫情呢,会不会超越纽约呢,我认为啊,也是迟早的事,因为在疫情之前啊, 佛罗里达的啊,非农业的工作岗位就已经超过了900万个,而纽约能提供的工作岗位只有990万个,纽约也只领先佛罗里达一点了, 所以说啊,纽约这么一个国际中心正在慢慢的啊,被佛罗里达所超过啊, 很多人说,那你怎么能拿佛罗里达一个州去对比纽约一个市呢,我说的就是纽约州对比整个佛罗里达州, 而现在为止呢,啊,岗位对比是多少呢,纽约的工作岗位已经从990万个下降到957万6100个, 而佛罗里达的非农业就业岗位已经上涨到了957万8500个, 已经超了2000多个岗位了啊,所以说整个的非农业的这个就业岗位啊, 佛罗里达已经完全的翻过了,超过纽约了, 很多美国年轻人的理由也很简单,说当你可以在海滩边上的小屋里穿着人字托, 坐着同样的工作时,我为什么还要冒着刺骨的严寒, 在暴风雪里啊,是吧,哎,跋涉到一个小隔尖里工作呢? 哎,这也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啊,美国不只有一个加州,不只有一个纽约, 你为什么要去买120万美元的房价呢?你是不是脑子有病? 很多人说,那这个佛州不允许啊,中国人买房是不是? 那就如何如何如何,是,这个话呢,说的也许对, 但你要知道,这个佛罗里达州禁止的是谁? 禁止的是咱们住在中国国内的这些朋友, 因为你本来也不来美国嘛,对吧,那跟你有关系嘛,确实也跟你没啥关系,对吧, 佛罗里达州本来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啊,住在中国国内的人啊,来这买房, 因为你本身也不住在这,那你有美国身份的,哪怕你有公卡的啊, 你有这些人的,这在佛罗里达买房是不受限制的, 所以说这个东西被很多自媒体隐身成为了, 佛罗里达就不让全体人买房,这个是完事, 所以说你不懂,你知道吧,哎,这就是为什么佛罗里达公布这个政策以后, 他的这个就业机会啊,反而出现了增长, 所以说没有人帮你解读这个东西啊, 你就由着这帮人忽悠,你知道吧, 佛罗里达就业岗位这么多啊, 有没有出现大家所说的那种啊, 美国的这个不好找工作啊,或者怎么怎么样, 哎,没有出现,啊,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找工作了, 你知道吧,哎,佛罗里达把这非法移民赶出去以后啊, 这个工作机会反而越变越多了, 这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, 那很多人说,那你把非法移民赶出去, 那工作岗位不就空出来了吗,对不对, 哎,那你这个没说对, 因为美国原来统计这个就业岗位, 他也不统计非法移民, 所以说你不管把非法移民赶不赶出去, 本来也不影响他这个统计, 而且佛罗里达从2020年1月份以来, 全州反而新成立的企业超过170万个, 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反而是在2022年这一年啊, 成立的, 在美国大量公司裁员的这个前提下呢, 去年以来佛罗里达的就业率还下降了0.7%, 从2022年2月到2023年2月, 佛罗里达州的劳动力还增长了2.3%, 相比之下全国的劳动力同期只增长了1.5%, 而且呢佛罗里达的人口记录也在不断的刷新, 成为了自195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州, 这就是在疫情期间, 也就是2021至2022年期间, 佛罗里达人口也超过了纽约, 正式成为美国人口第三多的州啊, 很多人说那凭啥佛罗里达就能这样啊, 不凭啥呀, 因为佛罗里达大城市治安来说相对好啊, 虽然说整个美国的治安不打地, 佛罗里达的总体的这个治安, 也没有说领先他们很多大量的地方治安没有那么好, 但是佛罗里达治安不好的那些地方, 真的你平时都不去, 那是一个很小的城镇, 以那种人居住的为主啊, 包括那些那什么的区, 佛罗里达的大量的区非常安全的, 而且他的那个大城市的中产区, 那很多都是有这个24小时门禁的, 而且房子也新, 也便宜, 那房子真的是不像你在别的地方, 你像在奥兰多这样的一个城市, 你在摊帕这样的一个城市, 50万美元, 真的60万美元, 这能买到很不错的房子了, 而且你就这比洛杉矶住那哥德龙, 比什么纽约住那哥德龙, 那好太多了, 也大太多了, 而且是正儿八经的学区也差不多, 什么都差不多, 这消费水平还低得多,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, 而且这不需要你什么, 你必须得是美国籍才能买, 你没有这些说法, 你只要有个公卡, 有个非旅游签证这些都能买, 就旅游签证不能买, 除了旅游签证以外, 你探亲签证什么, 其他签证都能买, 知道吧,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一个被引申的概念,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, 它的州不收个人所得税, 你想, 一个州不收个人所得税, 这每年省了多少钱, 这经济发展都有活力, 到处日夜赶工, 不给你拖沓, 办什么事都快, 你这谁不愿意待啊, 对不对, 所以说我就跟很多朋友也就这么一说, 就是你都到美国了, 你就别再拿咱中国的那一套去想问题了, 因为佛里达州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, 你到这什么中国人待不了什么, 你就听自媒体忽悠你, 因为很多人他不愿意出华人的这个圈子, 他就愿意永远待在这个圈子里, 你知道吧, 他只能在这个圈子里混, 所以说你一旦离开了这个圈子, 你就不会生活了, 你知道吧, 但其实美国的50个州, 我个人认为啊, 离开纽约, 离开加州, 其实过得更幸福, 因为很多人啊, 这个很多华人都是, 他出了加州, 他才知道多说, 出了纽约, 他才知道多说, 这真的是这么一种情况啊, 因为很多人告诉你, 动外面是什么呢, 动外面是世界末日, 你得自己出去看一看, 外面到底是不是世界末日, 你到了外面, 你才知道, 他不是世界末日, 现在在加州, 在纽约的很多华人, 就是这么一个眼光, 他就觉得加州, 纽约的全美国最发达, 那就待在美国, 其实美国跟很多国家真的不一样, 美国, 你待在一个地方, 跟待在另外一个地方, 工资水平差不了太多, 而且这个物价水平跟生活水平也差不了太多, 但住房水平那可舒服太多了, 油价那可舒服太多了, 你知道吧, 反正我就告诉你, 你掏出在加州纽约一半的生活成本, 你在佛里达可能能享受比那, 过, 反正至少比加州两倍以上的生活, 可能比纽约享受舒服更舒服两三倍以上的生活, 就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, 你知道吧, 而且还有各种东西都非常的高质量, 那别墅区那都是真的, 你也别说送不了外卖, 半夜我实测, 奥兰多农村两点多, 反正我订购外卖, 我也不知道哪来, 可能外星人火星人给我送的吧, 就这么一种情况, 然后干什么都能手机支付, 到哪都能打着车, 也别说打不着车, 反正到处都是充电站, 到处都是新楼, 到处都是特斯拉, 而且高铁第一条也已经落成了, 行吧, 那这一期呢,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, 这个,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, 为什么佛里达赶走了非法移民以后, 反而工作机会超过了纽约, 成为全美国最多, 这是个玄学啊, 这一定是个玄学, 行吧, 这期呢, 咱们不聊了啊, 不聊了, 我觉得这个, 还是说这个, 黑工最重要, 是吧, 那行吧, 这一期呢, 聊到这儿,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的话, 今天再跟大家说, 这期聊这儿, 大家拜拜。